大家好,这支影片将介绍Ivy Ingress 长春层官网的数位订阅制有哪些功能 Ivy Ingress是一个在官网上面做使用的线上服务 所以只要你有网络,在桌机跟行动装置上面都是可以跨屏做学习的 Ivy Ingress的三大特色 第一个是个人阅读学习区 第二个是个人单字库 还有片语库 第三个是随堂小考 课验答对可以得点数 然后还有记录你答对跟答错的题目 等一下会深入来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专属阅读区 它可以根据英文程度跟喜好推播适合你的文章 首先我们点进来看这个页面 它也在主选单这个分类下的第二个这个页面 好,这边显示了你的订阅方案跟权限 那刚刚提到的英文程度呢 这边有显示您目前的学习星级 因为这个测试账号还没有任何的回答记录 所以系统会预设是三颗星 您可以透过点击这个页面上的按钮展开题目来作答 系统则会每天抛出一个新的题目 符合您的目前星级就是三颗星的难度去考你 那我们来测试回答一下吧 OK,再见再厉 好,OK,那每天只有一次的机会哦 已经做过答了 那随着你的回答记录越来越多呢 系统则会判断可以让你做进级跟降级 详细的规则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参考 随着你的答题数量越来越多 这边显示的星级会越来越符合您目前的学习难度 那这个页面则会抛给你这个星级 上下加减0.5颗星 这个难度区间是适合你做阅读的哦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下方阅读喜好的区块 那这个测试账号呢 目前选择了提醒以练 自然科普 生活新鲜事 旅行美食 知识新闻这五个分类 底下呢 在这个阅读区就会列出称别这五个分类最新的五篇文章 供你做挑选 那你也可以随时点选这个修改喜好的按钮 进行调整 符合你不同时期的需要 除了我的专属阅读区之外呢 你还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挑选文章 第一个就是绑定LINE 你可以透过扫描右方的这个QR Code 手机版的话直接点选连接LINE账号的按钮 就可以完成绑定 绑定之后 每周就会收到文章的推播了 第二个模式则是热门主题文章页 浏览点阅率高的文章来看 或者是透过hashtag来挑选 我们来看看hashtag有哪些 除了11个分类之外 我们也分了五到六十个更细的分类 你可以直接点选 另外呢 透过高校学习计划表 这个页面呢 则是会依照日期列出当天出刊的文章有哪些 如果你有在follow最新的文章的话 可以直接到这个页面上做挑选哦 另外呢 你可以直接在主选单 打开文章分类 刚刚列出的那11个分类了 先以时事新闻做范例 点进来则是这个分类底下所有的文章 这边有目前的文章篇数 预设最新到最旧 那你也可以点选这边累积人气 用收藏的次数做筛选 这边也可以直接收藏 然后我们点进来我的收藏文章里面 则会看到刚刚收藏的这一篇文章哦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介绍文章里面阅读的功能吧 这篇文章是一个时事的新闻文章 提供了朗读跟讲解两个音档收听 第23页 新闻急紧 12月起北市饮料店禁用塑胶杯 我们来调整速度 台北市的不同的速度模式 然后也可以快进前五秒 那在文章中呢 系统也有标示这一篇的重点单字 跟片语 片语点开呢 也会有例句的发音 单字 我们也可以 restriction 可以 that club has rigid restrictions on its membership 跟相关的片语 这边都可以看到 然后单字的话还会帮你标示 它是高中第几级的单字 或者说它是多译或音简 长考的单字 那这边呢 我们可以做收藏 好 查看我们收藏的单字 OK 这边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有收藏过的单字 点开 则可以复习相关的例句 同时你可以看到 上面的选单 有包含多译长考 全名简 其他 还有片语 你可以收藏 不熟悉的单字 这边都会帮你做分类 可以针对特定的考试做准备 第三个特色 随堂小考 每日的Quiz 我们这边会记录你做过的题目哦 在主选单下面的这一页 这边则是会列出 答错的 跟答对的 这两个页签 答错的就是刚刚我们有展示过 答错的这个题目 告诉你正确的选项是C选项 红色则是你答错 所选择的选项 这边可以针对每一个单字 会列出它的中文解释 你在这边也可以任意的收藏 回到收藏单字 则会看到刚刚所收藏的单字咯 一样点开来可以看更多的例句